今日话题 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我们亚裔在最近这几次的投票当中选举当中都开始比较积极了 尤其是今年亚裔对整个国家事务的关心和候选人的关心辩论都是空前的 在以前主流媒体主要是这两大政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总统大选或者是其他的选举的时候 基本上都把亚裔给忽略掉了 原因有这么几个 第一就是首先亚裔的人数比较少 分散在各个城市的话人数就更少了 第二就是亚裔的总体来说参政的热情不高 所以投票率偏下和其他的足异相比是比较低的 那么鉴于这两点呢 他们认为说不是特别重要的 是属于一个边缘的足异 我们有时间有钱就稍微的拉一拉 照顾一下 没有的话呢就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即使是竞选 他也是有投资回报率的 他的这个做广告的钱 他的人力 他的精力 花在这儿多一点 花在那儿就少一点了 所以他是要有这个投资回报率 要有选票来支撑才可以 但是最近这两年 我们看到了明显的变化 大概有20多年以前吧 很久很久以前了 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呢 有幸见到一个好莱坞电影公司 一个非常高级的主管 一个个子矮矮的白人 聊天的时候呢 我就提到 我说我在一个中文广播电台工作 我很喜欢电影 我发现有很多特别好的电影 华人不太知道 可不可以呢 给我们一些机会 把这些电影介绍给华人 然后你们的广告费啊 要是在我们这种电台 跟美国主流那个 那简直就是 就我们叫塞牙缝的钱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他给了我非常震撼的一个一段话 而且我觉得当时也是无言以对 回不出来 他说你们是一群可以被忽视的群体 就你刚才说的回报里 他几个问题下来 你们华人看电影吗 你知道多少华人看电影吗 然后华人看电影的人 咱们要排除那些就不会讲中文的那些华人 对不对 那个不算嘛 对不对 他不会听你的媒体嘛 你们的英文的程度 是不是一个障碍呢 所以我在你们这花了钱做了广告以后 这钱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打水漂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不管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 就是华人媒体 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好莱坞的电影 在上面 偶尔的有 是因为比如这个电影跟华人有点关系 或者什么 偶尔的 就是那种正式的大片什么的 极少 这一两年我观察偶尔 零星有那么一两个 几乎就是没有 就是这么一个样 他就是说你们是一群被忽视的媒体 还有接下来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对于这些选举的人来说 就是其实在美国的社会里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团体 叫雅裔 这个雅裔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是50个不同的群体组成的 50个不同的群体 咱们就不说有50种语言 就说有10种语言 20种语言 也不行啊 哗的一下它就分散了 对不对 如果现在要做广告的话 如果要宣传 我是用什么语啊 你这再一分散 哗的一下 又少了很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看到2016年最激烈的那一次 喜来利大战川普的那一次呢 现在美国的选举的统计 因为那个统计是非常精确的 对不对 这个不是估计的 是有70%的亚裔的人 被喜来利和川普忽略了 就是他们的团队 所以根本不去接触 只有30%的人被他们接触到 对 这是2016年的事 2016年亚裔的投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65%的人是支持民主党的 27%的人是支持共和党的 就是川普嘛 就是支持川普嘛 对 那么基本上就是剩下的人就是独立的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自己的选择 端看这个 今年我可能投他 明年可能投别人了 这个是亚裔的一个特点 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这个各党各政党 我想开始注意亚裔这个群体的原因 只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影响力大了 亚裔当中现在有资格申请 或者说登记的选民已经达到1100万了 1100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 这是1100万张票啊 1100万张票 而且投票率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2014年的时候 亚裔的投票率可连到只有28%左右 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40%以上了 那么今年我相信可能超过50%了 如果要是能达到百分之六十几的话 那不跟全全国的投票率就差不多了吗 而且11除以2的话 那不就是500多万张票吗 对 500多万张票 当然你说我在纽约 我在加州 可能你的那个票就选总统来说 没有那么重要 比如 但是你还有各种各样的提案 你的提案 那每一张票都是很重要的 对吧 而且你选地方的官员 我们洛杉矶现在这次 就是那个地区检察官 现在到现在还没决定出来 就是竞争的非常激烈 那个黑人的女性 Jackie Lacey 那个检察官马上可能就被选下去了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尤其是在那些摇摆州 你别看 亚裔的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非常的多 他在那个什么宾夕法尼亚州 他在那个威斯康辛州 他在乔治亚州 北卡州 南卡州都有 对 北卡是3.5% 然后宾夕法尼亚是4% 你刚才说的乔治亚是3% 这个挺不得了的 对啊 有投票资格的人 对不对 这就是3%的选民 是啊 对吧 所以如果要是在这些州竞争激烈的话 那可能两个候选人之间相差的就是1% 2% 你这个3% 4%的这个 这个选民他是不能忽视的 对 所以从2018年以后 因为2018年是中期选举 他们注意到亚裔的参与率高达4.2% 40.2%的时候呢 两党开始注视了 请看2020年 今年的拜登 川普团队 他们 每一个团队都有专门的亚裔部的负责人 而且他的亚裔部的负责人还能分出来 这比如说再细分一点 什么越南啊 韩国啊 印度啊 华人可能他到了基层的话 他再细分一点 而且他们举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都配有现场翻译 他们的一些选举资料 当然没有办法印成那么多的语言 但至少多达7种语言 就是不同的亚裔的 甚至什么菲律宾啊 什么这些 日本啊 这更不用说 都给你刊登出来 还有就是拜登 他写的一些文章 什么信什么的 那都发表在华人的媒体上面 对不对 用这个 翻译好 韩文啊 印度话啊 因为这一次的民调呢 发现尽管2016年支持喜莱利的亚裔 然后是远远超过 就是一个是65% 一个是27嘛 远远超过支持川普的人 但是发现呢 有两个族裔的人呢 亚裔的人 不是族裔啊 两个亚裔的群体呢 开始比较倾向于川普 一个是越南对吧 一个是印度 这两个群体 所以这一次他们也是猛攻 这两个群体 民主党也是猛攻 这两个群体 像拜登的文章是 韩文 印度文 中文 越南话 都发表在这个上面 当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为什么 就是华人呢 他们有的时候 不太被他们重视 或者有时候华人 容易被某一些东西给误导呢 这里跟我们的新闻来源的渠道 有点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你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年委内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亚裔 美国人在这个选举当中呢 越来越扮演重要的角色了 然后这个美国的主流啊 就是民主党共和党啊 在竞选之前大概都需要考虑 拉拢这个亚裔的这部分的选票了 所以从今年开始呢 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了 民主党共和党都有 都派自己的专员和亚裔的社区来进行接触 来进行联系 把自己的信息啊 主动的就是译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 有的民主党好像印了十七八种的啊 这种不同的语言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宣吧 自己的政策啊等等啊 就是给这个亚裔的社区 因为他们发现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如果他们不主动提供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亚裔的这个新闻和消息的来源呢 那基本上都是社群媒体 社群媒体当中又充斥着假消息和各种各样的谣言 所以呢有的时候让他们一听 哎呦你们居然对这个事情有这样的看法 原来是哦听了这个消息 这不是官方的 这是非常空穴来风或者根本不是事实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于是你们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我不会支持这个人 不会支持那个政策 其实都是基于假消息做出的判断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每个政党他都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 这个就是社群媒体的叫所谓的发表自由 过去没有这些平台的时候呢 你有一个声音你要发表 你写了一篇稿子给报社 报社呢他要经过层层的把关 他有他的编辑部 以及你这篇文章发表的 跟他的报纸的办报的核心等等 和读者的兴趣等等有没有 这是一系列的你这个才能发表出来 更不要说写一本书了 那就是大事情了 那个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书的话 那绝对的是另外的一套操作了 那我举例来说 比如说我想告诉大家这样一个讯息 我说呢在宾夕法尼亚有一个人啊 把他家的狗的名字登记了 然后投了拜登一票 对吧 然后另外有个人把他家的乌龟名字登记了 然后也投了一张票 我就把这个呢晚上坐在家里写成一段文字 我啪的一下就发出去了 你告诉我有人会抓我吗 不会吧对不对 但是一个认为 比如说在这个选举当中 民主党有可能造假的这个人 他看到这个他是不是会转发呢 对 那么此时此刻的2020年11月 此时此刻的别的咱们都不说 就是微信这个平台上面 充满了这样的消息 类似的这样的消息 不是说狗和乌龟 这是我编出来的 但是有很多的 他有的时候还做的挺 花花绿绿还挺像真的 对不对 这种啊其实非常的简单 判断就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建议 就行了 这其实跟你支持谁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怎么判断假新闻 就是寻找你的那一个观点的那个媒体 就完了 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你看到一个新闻说某一个州啊 这个登记选民的数量比这个州的人口多多 比如说对不对 现在有流传这种你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你就想一个简单的话 一个问题就是连你都知道了 这么大的一个大事 福斯电视台会不知道吗 川普总统会不知道吗 他不在第一秒钟把这个发在推文里吗 对不对 这不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惊天的大事吗 一个州的登记的选民比他州的人口多 这个州有300万人 那个登记的选民350万 这不是大面积的造假吗 对不对 你说这个新闻还不得闹翻天啊 就是在保守派的媒体 你碰到这种你就去那查一下就行了 你说那我英文看不懂 那有的人能看懂啊 你难道你不认识一个能看懂英文的人吗 对不对 你就问一下 这问题全了结了 但是没办法 这个就大面积的传播这样的消息 对 所以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这两个政党都发现了 所以呢 他们都不希望 因为在社群媒体当中 他有假消息 他不是所有的假消息都是不利于民主党的 他也有不利于共和党的假消息啊 所以呢 两个政党都不愿意有这样的假消息来误导民众 让民众对他们的政党也好 对他们的这个推出的候选人或者是某项政策 有一些基于假消息方面的判断 结果造成跟事实完全不符的这个推论来啊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自己的真实的官方的一些东西呢 要通过正常的渠道 要给这个社交媒体 但是你光给英文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 有很多人语言障碍看不懂啊 所以他们会找人翻译 翻译好各种不同的文字 然后再发到这个亚裔当中啊 同时呢他们也要知道 亚裔可能 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 亚裔是个大的帽子 下面有50个不同的国家族裔 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 所以每一个语言恨不得 他都有自己所关心的事情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和美国人的关心的东西和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还要了解这个 你比如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知道 韩裔的这个选民 他们特别关心美国对北韩的政策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政策 日本的选民 日本裔的选民 他们可能 关心的就是美日这个安保条约的情况 美日之间的关系和贸易方面的东西 印度有印度的关心 中华人有华人的关心 所以每个族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对同时也要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这次选举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拿加州的第39选区来说 这正好是高宁的选区 对不对 加州有一个叫第39选区 选区 它包含了洛杉矶 那个城县的一些地方 也都包含在内 什么Diamond Bar我们熟的 Chino Hills 哈岗 什么Roland Heights 都在这第39选区 在2020年他的就登记的选民吧 或者是4倍啊是2016年的 对 亚裔啊我现在说的是亚裔 是比2011年多了4倍 这个4年多4倍 这个我不相信在任何一个族裔 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增长 所以这个可以想象2024年接下来 就是亚裔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在此为了让主流不把我们当成被忽视的人 也是还是呼吁就是我们要参与进去 别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骂人 对 你通过你的选票来发声音